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KING 今天和大家看這個新的MV 就是李俊傑第一首《彈琼伴》 我很少看李俊傑的音樂 最近我最新的就是看《乾》 《乾》那首歌, 應該是反唱其他人歌 作之前就是《夢幻》, 其實《夢幻》我認為是蠻好的 整個MV, 無論作曲和拍攝也很好 第一次看《全民造星》 在《全民造星》 老實說不是很好, 感覺不是很有好感 但看完《夢幻》之後, 完全是另一種風格 由一個扮演韓星的年輕人 之後變成了一種妖艷一點的感覺 這次我也想看看最新的MV的彈琼 做成怎樣 只要按個讚給我 可以考慮訂閱這個頻道, 這個頻道是講一些 我第一次看歌手的表演, 或者訪問的觀感 可以分享給身邊的朋友看, 更好 國後連環殺人 十萬年靜花 來一次犧牲 角色灰暗的一半 才是我 到正常世界半出半日 詞曲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抱歉 停一停 這個MV 第一是 有黑暗的感覺 有血聲的感覺 有黑暗的感覺 而且是 一個男生 一個月版的妖艷 是很難做的 其實從夢園開始 風格已經變得很重要 其實是非主流 而且要用這個風格展現出來 其實挺危險 挺驚險 因為 老實說 暫時看上去的MV 就是 他是不是假裝僵屍 我又聽到是殺彈 我覺得是一個人 有兩面性格 有好又不好 看到女主角有殺人 不知道怎樣 可能是 他自己內心是 不想的 他有些內心 世界是自己不開心 但又要表現到自己 好像很正常 但最後都一定不相信 我覺得暫時是這樣 好 不行 這個表情真的不得了 我覺得真的 有一點蝙蝠小丑的感覺 很厲害 做到這個效果出來 無論是他的表情 他的服裝 加上拍攝技巧 燈光 我覺得這個表情真的一流 不是開玩笑 又殺人 其實這件衣服很漂亮 還覺得很可愛 你還會真的 是你 是你 誰是我 是 你 反動物 自信上天生 本植物 曾萬化之身 我滿幸 是人 是神 是靈使人 混亂的本身 釋放冰凍的本身 我愛我恨 終究的結神 心想 軟滑緊 永遠遙迫 想勇往 則勇往 捏盤下道眾生 可鬆開映顏的眾生 觸覺一切的轉身 心想 心想一切心靈 愛同一生的殺生 愛或恨 仇究極於心 好想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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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首先介紹第一個感覺 如果你說這首單曲是個人首部的音樂影片 我覺得是不錯的,這種妖艷、暗黑的風格很適合 其實不太多人能做到這種角色的表現 首先,我個人的見解是自己內心有兩邊 有天使一面,有殺戴一面,有女主角 她好像不太滿意現狀 但又要逼自己去做正常人 但最後還是定不住,還是要殺人 但最後她好像內心的天使說 不要再這樣,不可以再這樣,你做回自己 然後她真的停手 最後把刀放進盒子裡,燒了 然後燒了這件事 這是很淺爆,很簡單的故事 我個人覺得,可能裡面有一些深的含意 但我暫時還未看得出是怎樣 但我最想說的是,這個MV的拍攝 我想說的是,我有一刻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他們這裡要用沙呢? 為什麼要鋪上沙呢? 有什麼含意呢? 是不是內心的世界來的呢? 為什麼呢? 我這裡不太明白 但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她用完沙之後,她還用一些血 這裡又用血了,變了不是沙 我應該沒有提錯,應該是血 我覺得只是這兩部分 即場景的轉變 都已經花了很多不少的心思 我覺得很值得給她一個讚 或者鼓掌 但更加想說的是 這次的MV是超驚喜 對於我來說 我第一個反應是 你第一首歌已經這麼厲害 你之後已經奠定了 你其實是一個 妖艷和暗黑風格的一位歌手 我覺得這個雖然是一個很危險的一步 但是 是非常好 因為每一個B-RAR的成員 都有她自己的食材 應該是她有個人的風格很重要 而李宗傑先生 我覺得已經奠定了這個基礎 在這個基礎之上可以繼續發揮 對於她整個歌手的生涯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策略 改觀的 老實說 對於她這次的表現 都挺大的反差的改觀 由《全民造星》去梦然 都有一個跳躍性的改變 這次更加強烈 對於她來說 不知道你對於這首歌 李宗傑的《半》有什麼看法 或者這個MV的故事說得如何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 如果之後有她的新歌 或者一些新片 大家都想我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King 記得走之前按個讚給我 訂閱這個頻道和分享給你新的朋友觀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見 拜拜 嗯 對 製作人